如果成绩不好,考不上好大学, 老师也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 每次只要我考不好,爸妈就会很生气, 每次考试都考得很糟糕, 我不喜欢读书, 爸爸说我如果再考不好, 以后每天去补习班, 看上前几名的同学, 难道成绩真的那么重要吗? 台湾的补教业已深耕多年, 站在每个县市的街上, 你可能都会看到类似的景象。 街上补习班的招牌林立, 大多从校园离开的学生, 转进的是另一间开着空调的教室, 一天上课10小时是许多学生的日常。 据统计,至2019年12月为止, 全国文理类的升学补习班已达11062家。 国立政治大学财政学系的林中正教授, 与时任世新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的黄锤娟教授, 两位于2007年发表的补习文化论文中指出, 以台湾这样强调金榜提名的长期历史背景, 与竞争激烈的近期教育环境来看, 很适合补习班的成长, 是整个社会的补习风气组渐普及, 而造成今日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因应台湾教育环境, 政府做了多次的教育改革, 而这些改革改了哪些面向, 到底有没有达成实质的功效呢? 我们的游行开始了! 1994年, 410大游行被视为教育改革的起点, 其提出了四项诉求, 落实小班小校, 广设高中大学, 推动教育现代化, 制定教育基本法, 成为后续教育改革的主轴。 1996年, 行政院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提出的 《教育改革总字役报告书》, 建议以增加大学招生容量、 广设高中及推动多元入学等方式, 畅通升学管道以书解升学压力。 2001年实施9年一贯课程改革, 2011年正式开始12年国民义务教育, 到今年108课纲心智上路。 一波接一波的教育改革, 改变了课程课纲, 升学体制。 为的都是让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 并减轻学子压力。 但在大众的观念里, 教育依然是使阶级向上流动的重要方式, 因此不管教育制度怎么改, 升学压力仍是学生最大的负担, 进入排名靠前的大学, 仍或多或少地影响个人未来的薪资所得。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 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 不不承受着莫大的压力, 此时升学补习班成为学生的补贴, 家长的定心丸。 补习的话, 它是一个人, 然后在台上跟你讲一些简单的观念或者是技巧, 可是它不会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是为什么, 就开始去面对各式各样的题目, 然后专门去应付考试。 当你有问题想要再去深究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时候, 其实你是得不太到满意的答案。 我高中三年都有补习, 因为补习班给的资源比学校老师多很多, 而且老师的教学经验比较丰富, 就是上课, 他们上课比较听得懂。 因为我的孩子在读高中上, 他参加了非常多的学校社团, 那相对的课堂上, 他多多少少都会去影响到, 因为他练习的过程回到教室已经够累了, 他就是趴着在睡觉, 所以我只能往他补习班送, 要不然我回家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不会就是不会啊, 那学策还是很重要啊。 补习这种东西在台湾真的是很普遍, 很多家长也觉得说小孩子一定要成绩好, 以后才会有出席,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小孩子他对这一方面, 他有没有兴趣, 有时候我们不是说只把小孩子送去补习班, 他的成绩好就好了, 就是说我们要看小孩子, 我们要从旁协助他就好, 要让他自己学会思想, 学会思考。 学策并不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旅程, 但是没有了好的学策, 当然就上不了好学校嘛。 我在高二的时候, 我辅了两个月的数学, 然后的话就不辅了, 因为补习班有点太贵了, 所以我就不想要再继续浪费爸妈钱。 再加上我觉得去补习班, 也只是重复听老师讲一样的事情, 好像有点就是没有意义。 学校老师有些很困, 就是在学校如果听不懂的地方, 可以再去补习班听一次。 一般当家长的东马是希望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心态, 因为我们家长的程度上, 可能要教育孩子在高中的路程上, 可能我们比较不足, 所以我们希望藉由补习班老师的能力, 来让孩子能够问问题。 对于补习与否,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及立场, 在讨论补习文化的同时, 无法避免地失去思考, 学校教育体制, 与其之间的关联。 原来我们在学校教育里面, 应该就是假定他可以把学生的教育完成。 但是工部门的教育如果受到挑战, 缺乏信心, 当然家长跟社会可能就会更重视 师父们的补习教育。 所以这两个的确是息息相关。 不过我们看到过去十几二十年来, 其实一个改革的重点就是要把 依赖这个执笔测验, 或是依赖这个背诵的这种为主的这种考试, 把它转变的更重视 学生在执笔测验之外的各种的能力, 对照十多年来, 对补习班的这个依赖应该是渐渐有改善。 社会依靠考试制度为我们选出人才, 学生则依靠补习班来应付考试。 追根究底, 升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补习班的发展。 如果硬体支援, 我想学校还是够的, 可是能不能遇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老师, 我想真的是有点运气。 当然升学主义底下, 必然的结果就是一大堆人要往补习班这边挤啊。 我想补习班也是应运这个制度而产生的。 中华文化中,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造就了现在的考试制度。 若不改变这样的观念, 学生的压力也许很难真正减轻。 补习这件事有好也有坏, 不论是否选择补习, 最重要的还是学生的心态及个人的努力。 继续。